我爸有个部下 我要来决定来上海了 我就过去跟他执行 他也说 四叔也没有什么东西给你 给你一个小礼物 他就说你过去上海 如果有任何问题 打电话给他 给他们 他们可能会照顾你 帮助你 我一看那个电话簿里面 90%是同级犯 因为台湾有很多 不管是经济犯罪 或者是那个黑道背景 统统过去 我过去干什么 我过去就好好过日子 我要重新来过 你送我这两本 你是叫我去那边犯案 还是去做黑社会大集合 就这样 就跟叔说 谢谢叔 还给你 这个时候呢 中国在起变化了 有钱人 全冒出来了